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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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你好像在看 MyRadio的節目 是呀,我在看毋敏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 沒什麼看 那不會 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 都可以看的 那就非常好 不過有件事 千萬不要忘記 上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上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 節目月費計劃 二十天 這個月就只有二十八天 講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就想講講節目的時間安排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都是傍晚直播的 多數都是六點鐘的 以前有時候去街外做外景的時候 是不定時的 在Facebook 就出一些預告而已 現在我們基本上都在廠裡 方便我的工作多數都是在廠裡 在Studio裡做直播 因為可以有兩個鏡頭 無論那個影像和聲音 就會比較 質素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好像以前 在街上用手機就很難保證聲音和畫面的質素 當然外景有一個好處就是畫面比較好看 還有一些地方我們以前做的時候 其實想帶大家去一些地方 或者有些地方你很久沒去過 我們就通過做直播去現場走一走 譬如我去美國加拿大那段時間 在冰天雪地那裏,在Kalgray 我下機山脈,我又做直播 大家可能覺得挺有興趣 但始終關鍵是節目內容說些甚麼 現在我們一個禮拜播三次 每次十多分鐘 亦方便大家在YouTube重溫 因為我們是一個盈利帳戶 十多分鐘這些片 點擊的人可能會比較多 對我們的收入不無小補 希望大家除了看直播 就盡量上YouTube重溫 在MyRadio的YouTube頻道重溫 我們現在因為星期一、星期四 我們就要做踩場 所以我們就這個所謂的 翼文踢爆這個短評 就是十多分鐘的短評 或者十分鐘以下 一時時看一看題目 通常都是十分八分鐘而已 我們就會在星期二、星期三 以及星期五播出 原則上都是I mind 都是直播的 希望大家到時到後注意 你看到預告 你就看直播 或者直播之後 你又可以重溫 這就是我們以後的安排 每逢星期二、星期三 以及星期五 因為星期一、星期四是做踩場 過了一年之後 這段時間我主要都是做這兩個節目 其他新的節目 包括以前做過的翁文回合室 第三季 就沒那麼快會再做 另外就是這個歷史在笑 就是之前我做過60集 那個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艱辛 但是又沒有什麼效果的節目 不過那個等於是 你當我說歷史、教書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看的人不多 但是我們就出了一些USB的手指 希望大家就可以光顧 如果你有興趣的 對這一段歷史 比如說這個歷史在笑 上一次我們說 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聯外擁共 講了60個小時 我想這個都是破網台記錄 或者甚至是主流的電視台 我記得在2015年左右 我在有線連續做了40多集的 這個歷史評論系列 包括歷史幾郎都有 歷史幾寸都有 歷史幾坑都有 歷史幾絕都有 歷史幾開心都有 都有出了這個DVD的東西 現在在網上也有很多人放了一些視頻上去 我們就不會打算將這些 我在有線做的 這個牽涉到版權問題 就做USB的 事實上在網上 已經很多人不貼這些視頻上去 但是我自己沒有貼的 OK 因為牽涉到版權問題 我也不想在我們的頻道上貼這些視頻 大家有興趣就去Youtube重溫 但是我們自己自製的節目 就會做這些USB的 好了 這個就說了踢爆的情況 大家記住 每逢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 矮盤時間就會做直播 好了 今天的主題 大家看我們的預告就很清楚 民調落後就仍然去馬 小英宣布競選連任 小英就是蔡英文 這個台灣的蔡英文總統 就其實在前日 應該是大前日 應該是十 前日十八號 就接受這個美國CNN的專訪 在他的專機上面 接受這個專訪 在總統專機上面接受專訪 就宣布參加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爭取連任 跟著下來 他也都在今日 在這個總統府 就進一步 即是宣布 他會參加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不過他今天那個說法 即是我們看回新聞 以及看回片段 他就是針對這個有關的總統選舉的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 他都是落後於一些所謂潛在的對手 其實由去年年尾 今年年頭到現在 即是台灣的那些媒體和那些網絡 即是網媒 都做了很多關於這個總統選舉的民意調查 當然就正式啟動這個所謂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那個黨外提名作業 其實兩黨都未動的 不過日程差不多都定了下來 就是在今年的年中 這兩個黨都要將他們提名的人選公佈 但是每個黨都有自己黨外初選的機制 現在都未講得到 但是對民進黨來說 就一定是蔡英文去參選的 也都不會有別的對手 就算我估計 找個人正式整水 來跟他一起參加黨內初選 然後結果投票 即是黨內投票 或者這個全民民調 即民意調查 都是他 假設 但是這個沒有意思 因為一定都是提名 他是現任的總統 提名他競選連任 這個在黨內來說 已經是基本上 是不會有什麼爭議 除了一些獨派 所以在民進黨方面 基本上蔡英文就一定是 被提名的總統參選人 國民黨現在公開宣布 說會參加總統選舉的 就只有朱立倫和黃金平 黃金平就是前立法院院長 朱立倫是上一屆選過總統 但是就大敗 他也公開宣布要參選 另外一位就是國民黨的主席 吳敦儀 吳敦儀 我估計他也會參選 但是有些人估計 可能看到民調 都是這麼差的話 可能他就不選了 但是作為一個黨主席 你沒有理由 這個總統選舉 你不會參選了 現在還未知 還有一匹黑馬 就叫做韓國瑜 有些人甚至認為韓國瑜 如果獲得國民黨徵召黃袍加身 去參加總統大選 這個蔡英文就一定沒有運行 蔡英文今天在總統府回應 就是說這個總統選舉的民意調查 他大幅落後 他自己就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民意調查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用這八個字來形容 他甚至舉例 當2008年他當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民進黨二十年內 都回不了身 因為陳水扁做了八年 搞到真的有貪污腐敗 九十幾樣 然後到馬英九去選的時候 拿七百多萬票 高票當選 然後馬英九做了八年 那在2008年的時候 那些人都認為民進黨回不了身 但是呢 在2016年他就當總統了 是吧 他的意思就是說 民意調查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那我們不會對這些所謂的 民意調查大幅落後 很緊張的 但是那個實情又是 你這個民意調查真是大幅落後 對不對 譬如那些 對比的民意調查 什麼叫做對比呢 就是假設有哪幾個候選人 譬如說韓國瑜會選 柯文哲會選 朱立倫會選 然後蔡英文又會選 那就可以做民調 做了結果 排名就是什麼呢 韓國瑜第一 柯文哲第二 朱立倫第三 蔡英文第四 將他拆開單對單 他也是輸 你單對單對韓國瑜又輸 單對單對安民哲又輸 單對單對這個朱立倫 你也是輸 是吧 但是即使是這樣呢 你作為現任總統 你一定是不能夠示弱 只能夠說這些文清式的語言 民調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或者民意如流水 其實大家看回台灣的形勢 很多人都不太熟 我們比較熟 其實為什麼去年的選舉 民進黨會輸成這樣呢 其實就是跟那個執政有關 中央執政有關 所以台灣有一股力量 叫做討厭民進黨 是全民最大黨 台灣最大的黨不是民進黨 不是國民黨 是全民最大黨的 就是討厭民進黨 我們看到去年年底選舉輸了 到現在三個月 民進黨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民意那種討厭民進黨的氣氛 仍然是非常之濃烈 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習近平救了他 因為習近平提出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就是一國兩制 等於是九二共識 等於是一國兩制 那蔡英文高調反擊 就是我們不承認九二共識 台灣人也不要一國兩制 令到他的民望高升 接著在互聯網的聲量也提高了 於是他以為得米 不斷又再打這個統獨牌 但是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八個字 經濟低迷 民生凋敝 所以韓國瑜的選舉 說人心思變這四個字 其實他是掌握到核心問題 另一方面 政治上 民進黨是不停地鬥爭對手 最近韓國瑜高調批判蔡英文 他雖然作為高雄市市長 地方行政首長 但是非常之高姿態去批判蔡英文 並不是他故意無緣無故批判他 而是覺得蔡英文 現在台灣的經濟這麼差 民生困苦 大哥不要再搞意識形態了 你究竟要將國家帶去什麼方向呢 於是他就出了一份考卷 問蔡英文 他說民進黨已經全面執政 你又不敢推動台獨 又不要中華民國 又不承認九二共識 究竟你要將國家帶向什麼 帶往雅裡去 然後韓國瑜就說 他什麼都不要 原來要的就是權力 這個就叫做 我們粗俗一點說的踢中神郎 踢中你的要害 你就是要權力 因為民進黨 你看到他在黨政高層裡面 還有所有的公營機構 全部的人掌握了游水位 受到很多批評 人民看得很清楚 所以民主政治一個最大的好處 在哪裡呢 就是人民可以通過資訊自由 流通言論自由 看到你的所作所為 然後到投票的時候 他就決定退回來 就這麼簡單 所以韓國瑜這個說法 基本上真的是切中要害 蔡英文就高調回應 出動到總統府 行政院 還有你部長 甚至乎黨的高層 去全面打擊這個韓國瑜 但是他不知道你越是這樣做 就令韓國瑜的聲勢 就是越… 就是越… 就是聲勢就越大 就是越強 於是有朝有天 國民黨計算過那條數 誰勝算都沒有那麼高的話 韓國瑜就分分鐘被徵召去參選總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蔡英文就輸定了 那你蔡英文就輸定了 對不對 所以有時在局中的人 或者我們外人 我們去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你作為局中的人 有時真的頭腦都不是很清醒的而已